然后在安装的过程中 在安装的过程中 如果你需要去了解 其实这个就是它的一些安装信息和介绍 怎么去浏览网页 相当于就是把操作系统的一个基本的帮助给你放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通过这样子来切换来看一下 这个是在检索文件 开始检索文件 然后它 一共有三三个文件 现在才检索到第九个 那这个过程可能根据机器快慢不同 会稍微有点等待时间不一样 那这个其实相对会比较慢一点 你看它给我预测可能还要花四分钟 那我先暂停一下 待会再接着录制 另外我也是第一次安装这个十二这个版本 大家可能会说 三底半天这个地方它都没有一个进度 那是不是已经死掉了 当然你可以通过几种方式 一种就是这个时间 但如果时间不准确 你可以通过这里把它展开 这有个三角符号把它展开 稍微有点慢 而且现在的版本做的越来越智能了 基本上好像都是相当于是一键安装 所以其实后面都没有太多可以讲的内容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展开 这个地方还是在走的 对吧 还是在动 所以可能就这个确实有点慢 再配置硬件 配置启动 再开始配置Grab了 启动回去 我们再往下看 我再往下看 OK 这就基本安装完成了 然后它会直接再启动我们新安装好的无邦图 直接从硬盘启动 这里有个登录界面 图形化登录界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 OK 这个就安装好了 但是我们会发现现在的版本的无邦图 跟以前版本的不太一样 这个版本默认的没有进入到我们的X-Windows上面 这个可能也 这个具体的原因我也不是很清楚 那可能现在直接就不进到桌面 或者是因为刚才等待了太久 我跳过了一些步骤 我刚才跳过了一些Debian的一些步骤 当然了这样的一个界面也不是一件坏事 对吧 我们先来总结一下这个 因为本来我们就需要这个命令行的这个这样一个界面 我们先来总结一下 安装过程 大概分为这样几个步骤 先是检测我们的系统信息 然后是copy安装文件 再次是安装系统 然后检测文件和配置硬件和配置我们的boot 这个启动的这样一个过程 这个我们了解就行了 那么至此我们就安装好了 我先我先这样子 我先 我们先把关掉重新启动一遍 那么安装好的文件是放在哪里的呢 是放在我们的默认文件夹下面 MyDocuments下面有一个vmware machine 看到没有 是放在这个地方的 我们看一下安装完了 它占了多大的空间 2.34G 2.34G 这桌面有点不方便 时不时的它就会跳出来 OK 这就是它的这样一个安装过程 那么同理 我们再来看一下 正对Solver的这样一个安装 正对Solver的安装也是一样的 无非就是在这个地方去选择我们Solver的啊 这样一个ISO的包 六四位的 那这里我就不给大家演示了 其实安装的过程都是差不多的啊 但是在安装界面上可能稍微有一点差别 这个在后面 如果有机会的话 大家愿意可以自己去研究一下 继续研究一下 事实上安装过程很简单 像我们以前老板们在安装的时候 你还要去配置每个什么分区啊 配置分区大小啊 还要去配置你的交换分区 对不对 现在全都不用了 全部都自动完成了 所以大家大可放心 好 现在我们来启动这个 我们刚刚安装的无方图板的12.04 这个是WebmWire问我要不要升级 我先不升级 这个完了 他这里说了 如果说你要用这个WebmWire工具 运行当前的系统 建议你升级 建议你升级一下WebmWire 就回头我待会升级一下 试一下 好 现在我们就先进入到这个系统界面 然后登陆进来的时候 在Linux下面 是这样的一个Dollar符 表示它不是一个root用户 因为它是多用户管理的 这个Dollar符就表示 它不是一个有root权限这样一个用户 如果是个警号 就表示是个root用户 在Ubuntu里面是不让你有root用户 以用户 root用户的方式直接登陆的 这也是一个安全的起见 因为否则的话 你有root权限 你甚至可以直接去修改内核文件 所以那么默认进来下来 就是它的一个用户的 用户的一个根目录 那我们进到系统的根目录 这个跟Dollar命令很像 这些命令后面我还会再讲 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里有一个LS S就类似于Dollar命令里面的DIR 就是列出当前下面的文件夹和文件列表 好 我们也可以以数量结构给它列出来 加一个L参数 放大一点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就是当前的这些文件 文件夹的结构 在这里我简单做一些介绍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这些可以关掉了 这样有几个原则 在Linux里面一切皆文件 这个要记住 因为在Linux里面 无论是设备文件 比方说我们的软区 光区 硬盘 实际上在Linux里面 它都折射成了一个文件 就是我们统一称为我们的设备文件 这个代表我们可以看一下 同样的它的文件夹也是一个文件 那文件夹的这个文件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呢 就文件夹的文件 其实它是通过一个链接的这样一种方式 来进行这样一个管理的 所以在Linux里面一切都是文件 我们可以看一下 那么在这里 Linux里面有多少种文件类型呢 我这里要跟大家说一下 有这样的七种文件类型 一种是一般文件 它在文件属性里面 会以一个横杠来表示 一种是目录文件 以D来表示 还有链接文件 Link嘛 就是也要来表示 快设备就Block Block的话就是快设备 那么快设备是什么意思呢 包括将来我们的驱动里面都会遇到 就是比较典型的 就是以一块一块的这样的一种形式 进行存储和操作的 包括数据的传输和读取的 这样方式的一些设备 举个例子 硬盘 硬盘它就是一个快设备 因为它是一块一块的 字符设备 Character 那么以C来表示 那么字符设备的话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类似于这种设备 就是串口通讯 对吧 我们都知道 串口通讯的时候 是不是就是发过去 在数据传输的时候 都是以字符在进行传输 对吧 或者字符流 还有就是socket 网络设备 网络通讯设备 socket 包括网络的一些连接文件 什么的 还有就是管道 那什么是管道呢 其实管道就是 就是把一个文件的出口 写到另外一个文件的入口 或者说把一个程序的出口 写到另外一个程序的入口 那么这个在后面 我们会详细的介绍 在讲进程间通讯的时候 因为在Linux里面 进程间通讯的方式 其中一个方式 是通过管道来实现 就Pyple Pyple 以P来表示 以P来表示 那么这七种文件 我们进行个了解 你要记住他们的单词的名称 你就能记住他的字母 所以这个不需要此经备 记单词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在Linux里面的一些文件属性 我们怎么来看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方 我通过LS-L的这个命运 就表示比较详细的 把我们的 把我们的文件的属性 给它列出来了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这里 它的文件属性形式 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看一下 什么DRW 这个要学会看懂 我们来做一个划分 先学会把它划成几块 在这里 从D这 我们把它划成一块 一块 然后从RWX这 这三个字母 我们再划成一块 R2-X 这三个字母 再划成一块 最后这三个字母 再划成一块 就是四块 也就是说 它是分为四块 比方说 DRWX R-X R-X 那么这四块 分别是什么意思呢 第一块是文件类型 D是什么 我们是不是刚刚才学过 就是表示它是目录 以蓝色来表示 RWX是什么呢 是owner的权限 owner针对这个用户 就用所有者针对这个文件的一个权限 R2当然就是read 对吧 read 读取权限 W就是write 写权限 X就是execute execute 执行的权限 同理 这个又是什么呢 这个也是权限 这是用户所在组的权限 ownergroup权限 那么一个减号就表示 它没有这个权限 没有就表示 那通过这个来看 我们是不是就知道 它是读和执行的权限 同理 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其他用户组的权限 就是所有者 所有者所在组 以及其他用户组的权限 这个是文件类型 这样子我们就能看得清楚了 133这样的一个分裂排下去 那在做这个权限的时候 我们为了方便 也有一点比较简单的 我们把R给它设置成1 这个数字 W我们设置成2 这个数字 X我们设置成4 这个数字 那么如果它有读写执行 三个权限 我们把它加起来 变成一个唯一的值 是不是就7啊 那么如果它只有读 没有写 只有执行的权限 就1加4 是不是就是5啊 那如果它只有 写和这个的权限 写和执行的权限 是不是就应该2加4 就6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样三个组合 它随便加 按照这种数字 它加出来都是唯一的 所以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权限标定 这个在后面我们会讲到 所以如果是777 就表示 它是全部有权限 它也是全部有权限 它也是全部有权限 这就是最大权限 所以我们后面都会用到 那么这是类型 那么同理我们来看一下 你看这有个L 这个地方就不是D了 是L 是不是就表示它是什么 它是一个连接文件 这个连接文件 其实就像我们Windows下面的什么 快捷方式 对不对 就像我们快捷方式 这个文件是指向 它的一个实际地址 是哪个文件 就这样的一个操作 那同样的 我们还希望看到其他的一些文件 我们来找一下 比方说我们进到设备 这个文件夹里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前面是不是就有 就有一些不同的了 C C是什么 是不是字符文件 对不对 这些是一些字符文件 OK 好 我们再进入到我们的 用户 用户根目录 那么这又是个什么文件呢 这就是一般文件 对不对 一般文件 好 那么现在我们还是回到 我们的系统根目录 在Linux里面 就不会像Windows 有什么盘幅的这个概念 它所有都是一个文件 所有都是文件 那你说 它是怎么 不同的设备 它怎么去定义盘幅呢 实际上是通过设备的挂载 比方说 我们的硬盘 硬盘就在我们的 然后我们的硬盘 硬盘就在设备下面的 比方说HDA 这样的一些设备 然后我们把它进行一个挂载命令 给它挂载成什么呢 挂载成我们的一个文件 然后就通过这个文件 类似于目录的方式 去访问这样一个词弹 这是它的一些操作原理 它的一些操作原理 所以大家习惯了就好了 刚开始可能有点不习惯 所以在这里 我们更多的是关注 它的根目录到底有哪些内容 我们来看一下 根目录的这些内容 我们就针对这个 直接来看吧 比方说 这些文件夹结构 我这样子 我在这里把它列了一下 目录结构 这个并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并 这个并文件夹 并是什么呢 并是存 bannery 二星制 对不对 二星制 也就是存放 系统可执行文件的 我们包括 其实在Windows下面 我们做应用开发也很多了 是不是 我们在街头SE里头 什么它的那些Java 那些可执行文件 都放在并下面 那sbin是什么呢 是superbin 就是管理员 存放 管理员用的 可执行文件 etc是什么呢 etc是系统配置文件 配置文件 lab是什么呢 共享的类库 系统共享的一些类库 libraries dev是什么呢 devices 设备 也就是说一些外设 我们都会放在这个下面 都会放在这个下面 tempo是临时文件 对吧 执行的时候的一些临时文件 包括交换分区 要用的时候 一些临时文件 boot 顾名思义 这是我们的启动 我们可以看一下 boot 在这里 boot就是我们的一些启动 启动文件都会放在这里 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 是不是有我们的一个grab 这个我们说了 是我们的一个启动引导程序 对不对 那么还有除了boot 还有个root root 是我们的 root 用户 目录 就是我们的root 用户目录 也就是 类似于windows里面 administrator 这样一个用户目录 这个bin 有点类似于我们windows里面的 windows那个目录 sbin 有点类似于windows下面的 那个windows目录下面的 system32那个目录 mount就是挂载 设备挂载 挂载 挂载 那么挂载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就类似于 比方说我们把一个光区 要让它生效 就要把它挂载到MNT下面 最后面我们在做命令操作的时候 会给大家说 大家说一下 opt是一个优化 优化目 有的时候比方你用到一些程序 一般情况下 我们会按到优点空间下面 那么 但是oopt是用来干嘛 就是有这些程序 你装了过后 你可能很快就会把它删掉 你临时装一下 你就可以放上这个文件夹下面 那么Uder Uder 这个就是我们的 用户 算是用户系统目录 或者叫用户程序目录吧 用户程序目录 那么这个你有某种程度上 你可以理解它有点类似于什么呢 类似于那个 Windows下面的Program Files Program Files 那个文件夹 那么这下头还有一些bin 和sbin 这个就是用户的程序 程序目录 或者叫用户的可执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